學校上完課直日生都得幫忙插黑板吸睛的粉筆會不少 為了學生也為了老師的健康 系紙福人社捐助經費給長安國小 泰幻教室內的傳統黑板 將改為無成黑板 只是他們今年只捐了十面 所以在得知之後 新北市議員廖新祥就加碼協助剩下的一半 讓長安國小教室今年全都換上無成黑板 下課的孩子們都得輪流插黑板 只是傳統的黑板上寫的粉筆字 這一叉飄散許多粉筆灰 對健康難免有影響 所以這幾年系紙福人社 在協助系紙從德國小全校更換無成黑板之後 今年再捐經費 要協助長安國小更新教學設備 購買十面的無成黑板 前三年從德國小已經完成過 已經完成 今年本來是預計 是由我們系紙福人社 如果說今年沒做完了 明天還可以再繼續做 謝謝我們系紙福人社 對老師跟孩子的關注 透過無成黑板的建立 孩子的健康跟老師的健康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保障 也讓他們在學習過程當中 有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 讓我們的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不要再因為粉筆會 或者是老師因為粉筆會的關係 引起我們呼吸道的一些不舒服 學校的反應也非常良好 所以說我們今年福人社 也想要在我們的長安國小推廣 在從德國小全校使用無成黑板之後 老師學生不會再有粉筆會 造成呼吸道的不舒服 反應很好 所以這次系紙福人社捐十面 一元廖先祥也加碼 要讓長安國小全校20個班級 一次都換上新黑板 長安國小全校大概有20個班級左右 那我想這個好事我們就一次把它做完 那剩下的部分我也會跟學校討論 是不是由我這邊來致應讓我們 長安國小一年就把全校的班級 無成黑板把它全部建置完成 因為現在插黑板都會有很多粉筆會吸進去 會對鼻子不好 我覺得以後如果用成無成灰板的話會很好 系紙福人社這一天直接將支票交給學校再進行採購 快的話希望能夠利用放暑假的時間進行汰換 新的學期有無成黑板不用再吸粉筆灰 提升教學品質也守護老師學生的健康 這層慧玲 系紙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是這層慧玲 系統 我會再說一個問題 因此我會有的問題 我們會再說一個問題